雖然國內COVID-19確診數近日開始緩降 指揮中心表示仍要持續落實疫調 及接觸者追蹤 以防新一波疫情反彈 也要求各縣市政府在三級警戒期間 強化關懷獨居長者措施 針對日前公布 以完整接種兩劑疫苗滿兩週 且抗體檢測陽性者 長程航班返臺不需居家檢疫 只要自主健康管理七天 結束日再採檢PCR 傳出這項措施提前喊咖 指揮中心澄清 只是還在擬定檢驗程序的標準 指揮中心表示 醫療應變組研議後 預估最開本週就可以對外公布 最新機組原檢疫措施 原始新聞 助顧徐家榮 臺北市採訪報導